这一次是因为梦想家这个音乐剧 但是还是后续还有很多见过百年庆祝活动 还要再走下去吗 因为这看起来都还蛮花钱的 我们带你看看文件会在今年最后一天 要规划另外一场的百年活动 转动台湾 他要邀请民众请自行车来环绕台湾 同时手机要用GPS定位 说要争取全球的金氏世界记录 但是脚踏特手机都要民众自备 那么GPS可能是在这个预算当中要编列 告诉大家这只有一天的活动 但是现在文件会要花七千万 七千万办这一场活动 时间点又很接近选举 那么今天民进党立委就质疑 这根本是变相的帮马屋服选 12月11号大家一起共同参与这个活动 建国百年压手活动 在一百年最后一天 全民一起骑脚踏车转动台湾 这是文件会主办 还说要争取金氏记录 但活动必需品 GPS定位的手机和脚踏车 都是民众自备 一天的活动就用掉七千两百万元 到底花在哪 梦想家两亿争议还没有落幕 算一算11月12月 文件会主办的百年系列活动 还有七项正在进行中或准备上路 压转的转动台湾更在选前两周 时间点太巧合 到底是选举造势还是单纯的庆祝活动 都令人分不清 我们觉得这种党国不分 或者是公司不分 甚至是有挪用国家的资源来做 辅选支持的这种情形 让人家觉得非常的遗憾 说是庆祝国家生日 外界看来却更像是变相替马屋服选 这笔钱还要全民买单 活动办的值不值得 已经被打了大温